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吐槽大会会有很多的嘉宾 也会有很多的主嘉宾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 YY上的大咖 与YY上的明星 说白了 也就是YY上的几位主播 好 这个时间 让我们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 也就是我们的小露娜 小露娜 我是第一次见面 可得帅是 颜路其名吧 属实是行 露娜经常在支部间里都说 自己是童颜巨鲁 今天我这么一看 你可能是对童颜巨鲁 有什么误会 你13岁的时候 有可能是童颜巨鲁 但是后来 你可能是骄傲了 骄傲以后 你有可能退步 我感觉你就是止步 别的女孩 捂住胸部 歪下了腰 有可能是怕自己走光 但是我们的小露娜 确实怕自己 无光可肘 这个时间 我再介绍一下 我们的QJY QJY 经常在支部间说 他被男生追过 俗话说得好 虾猫 总会碰上死号 所以说的话 我感觉自己好像很扎心 曾经他说 他被自己的学长 堵到了校门口 当时学长说 除了外 你快点走 你这么大脱儿 你都把门都给堵实了 可见体型是庞大 下面我就要说一说 我的师父利哥 我师父利哥 在前段时间在电影上 压了一个叫做 雪在铜锣万里 在里面压了一个 傻里傻气的 一个二愣